就是違法違建仍然存在 那如果你兩年後 新的宮廟沒有蓋好 但是現況違法違建還在 還在的狀況下 然後也同時繼續 在這兩年內 繼續跟民眾來做一個募款 那你是否要縱容 這樣的違法違建嗎 包吾一座 這樣子的話 都發局它就不會准了 農業局就 不然那個地震局就不會准了 這個案子就不會通過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現階段我們的都發局 跟農業地震局 他沒有做好他的把關工作是嗎 不是他這個還在走他的程序 局長你已經核准他通過了 2月11號就已經通過了 核准通過是說 他違建的是這一部分 他是要蓋一個新的 那這部分當然 其實跟一座報告 都發局他們在審查建造的時候 他們就是舊的違建 你一定是要拆的 舊違建一定要拆 如果是在你這申請的地號裡頭 在申請的地號裡他一定要拆 所以說我只要切割出來 我就可以不管他 是這個意思嗎 不好意思 我們只針對他申請的這一塊 所以局長你只管他來申請 宗教這個新辦事業的這一塊 其他的不歸你管 你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只能針對他申請的這種目的 對 所以我要確認一下 我有沒有誤解局長的意思 局長您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 他就是他的計劃什麼 我們照他的計劃來 好 所以你只審計劃範圍內 好的 那我想對於寺廟的輔導 我還是要再次提醒 不要藉著輔導或者是新辦宗教事業之名 來護航為建工廟 來破壞農地農用 這個你市府如果沒有展現這個 你們的決心來嚴格的來裁罰 甚至像局長講的 要恢復原狀等等 那你現在這個例子開了 我所有的台中市的農地公廟 我全部都在對面其他周邊 弄一個合法的新辦事業 全部都可以就地合法 是這個意思嗎 局長 好 局長你請坐 這個我想因為還有跟各局處很多關係 那要請副市長針對這個問題 你要表態一下 台中市政府是這個態度嗎 謝謝主席 謝謝許議員關心農地農用的部分 那我相信在我們地政局 因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譬如說宗教的部分就是 要新辦事業一定要經過 這個民政局的一個核准 所以他審這個計畫 但是最終還是要通盤來看 非都市土地的變更邊定 是不是適合做這樣的一個變更 我想我們都會把握這樣一個原則 來做一個審視 謝謝你 好 我今天把這個例子很明確的講給大家聽 這個所有的農地違章的公廟 他沒有農地農用 然後在對面附近取得一個合法 合法的新辦事業 因此全部合法 全部合法 你今天開了這樣一個惡例 就是讓所有台中市的這一些大家可以來遵循 那未來如果別的公廟比照辦理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處理 我想這個民政局長他可以講他只負責民政局的業務 但是副市長 您要統籌台中市政府的各局處 不是說這個跟你們無關 甚至是分開切割來處理 這個問題你們要好好的想一想 那再來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社會局 我們局長 這個依據衛福部社家署的規劃 2024年要建置雲端儲存空間 全台的公私利托育機構的影像都需要保存30天 那請問一下目前台中市公私利托育中心建置監管雲的進度 他什麼時候可以全面的來落實 好 跟議員報告 事實上衛福部的這個計畫 他目前也還沒有 就是還在討論階段 這是第一點說明 那第二點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監視紀錄 按照現在的辦法 所有的拖映中心 自己都要設監視系統 要保存這個錄影帶30天 那在台中市公托的部分 我們現在42所公托 因為我們公托設置的時間比較晚一點 所以當時我們在設置公托的時候 我們的監視設備 我們就不是用錄影帶的方式 我們是用雲端儲存的方式 所以呢 那因為也是有一些議員跟我們建議 就是說現在的科技比較進步 用雲端儲存的方式 事實上會保全證據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42所的開幕的公托 全部都是在監管雲的這個範圍裡面 好 所以現在公托已經全面落實了嘛 那其他的司拖的部分 你們有預計的排程嗎 因為畢竟公托的數量相對來講還是偏少 很多小孩是沒有辦法進去公托就讀的 那至於其他司拖的部分 也是家長非常擔憂的 是 司拖的部分 因為衛福部現在正在跟所有的 這個全國各地的司拖 因為這個如果要建制是要全國一致 所以這個部分 衛福部也有參考我們台中市 因為我們台中市跟新北市 兩個是設置監管雲最早的兩個單位 那所以他當時有看了我們兩個系統 那現在其實最大的主力是來自司拖的部分 那目前衛福部有編列一筆預算 就是2024年 他預計在2024年要分期分階段的去做建制 那我們會配合他的期程一起來辦理 好 那再來想要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神剛的親子館跟公托什麼時候可以來正式營運 我們現在已經在就是報名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進行抽籤作業 那這個五月份我們會辦理開幕 所以呢 開始收拖的時間應該是六月 好 所以我們神剛的公托六月就可以開始收拖 現在開放讓大家報名 對 對 那親子館也是預計五月份能夠開始營運嗎 對 好的 那再來請幫我放下一張投影片 這個是112年度台中市社會團體辦理往生互助業務的總結報告書裡面 請問局長你有看過嗎 有 好 那與111年有什麼不同 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有什麼不同 我們當111年的時候我們有9家的人民團體在辦理往生互助的業務 那我們現在有一家已經停止營運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8家 現在是8家 我想不只是少掉一家 這個會員人數也是持續的在減少 那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成也許是市府的宣導成效 那或者是另外一方面 他人數減少是不是會反映在他的營運的風險會不會增加 這個當然會啦 因為當年這個互助的業務 老實說也並不是社會團體的業務 那當年他們所提出來的條件 事實上以我現在來看這個條件的角度 我覺得不管做任何投資都不可能回本是這麼高的這個投報額 那我想因為是這樣 所以當年會有很多人參加也是這個原因 可是事實上我們用合理的態度來看 我不管是做任何的投資 甚至我就是放著來養利息都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投報率啊 所以他當然後續就是說 後面需要領取的這個互助金的人 我想相對其實他就會有蠻大的困難 那基本上我們有看到最近有某一家這個人數最多的老人會 他有來修改他的組織章程 修改往生互助辦法等等他的細則 那這些報告內容坦白講他是沒有辦法經過這些合法的申請 辦理往生互助業務的老人會目前的財務狀況 是透過這個是很難實際上看得出來的 是不是要請社會局來檢討 目前這些一成不變的總結報告栽錄方式 反而容易讓民眾要怎麼樣做才能夠更容易的讓民眾來辨別老人會 過去一年的財務狀況 他的風險到底是上升還是下降 要來達到一個預警的效果這樣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些資料能夠更好的更容易更簡便的 能夠來讓老人家能夠做一個區別好嗎 局長 這個我們可以來考慮啦 可是事實上這個老人會的參加風險真的是與日俱增啊 對 對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你們需要去就是加強宣導的嘛 因為畢竟很多老人家他可能不是這麼了解 不是這麼了解說他的風險越來越高 他如果維持在過去的思維裡他就會持續的參加 所以這個非常的需要社會局來宣導喔 那在上一次的定期會這個總諮詢的時候 喔 局長先請坐喔 我們有來詢問過研考會 台中市目前執行地方創生的個案 可否來跨區整合提案 那當時喔 主委曾經同意來納入研究 那我不知道從上一次總質詢到現在為止喔 主委這邊有什麼樣的進度嗎 有進度有進度 我會後提供書面資料給議員 你可以簡單說明一下嗎 就是說我們目前大概在兩三個區我們有串聯他們 地方創生的團隊來向中央做提案 但是卻系不是哪個區我一時間想不起來我回去把資料 隨便跟我講喔 有做到時候我再丟資料給你 但是其實我現在想不起來 好 謝謝許宣佛 謝謝許宣佛